高热量容易消化的一些军性的饮食为主 那么手术以后应该是禁忌暴饮暴食 那么尽量的避免摄取过多的盐分 特别是心衰的花儿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 如果病情需要应用力药剂 或者是养地方吃剂的时候 应该严格的限制水的摄入 那么如果是出现了水种 导致新功能不缺 第三个多药服用 如果服用了含甲大一些食物的话 应该是可以预防低甲大一些学者 因为我们书后的孩子 常会要进行一些力量治疗的话 要避免低甲大一个发生 那么先因为要小儿书后饮食 注意包括家长也应该要学会 记住那个出入量 维持每天的一个出入量的一个均衡 那么还就是要 以一些新鲜的一些防止 这个 哦 哦 好